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下功率的题目 刚刚前面讲过了 功率其实很简单 就是做工除以时间 大部分的问题会出在做工有多少 现在我一推它 然后我施力8牛顿 两个人都8牛顿 两个人都推15公尺 一个人花了12秒 一个人花了30秒 请问你各自的功率有多少 OK 功率就是做工除以时间 做工的方法是力量成位 那我就力量去乘位 我施力8牛顿位移15公尺 8乘15 所以我做的时间叫做12 所以答案都算出来叫做10瓦克 10瓦克就解决掉 所以第一个小题 假如做工就是10瓦 那么以做工多少 比上半里一样 做工的功率就是做工除以时间 做工的方法是力量去乘位移 我施力8牛顿推15公尺 所以做工8乘15 他告诉我我花了30秒 所以除以30 所以就这样做完 答案就算出来叫做4瓦克 4瓦克 当然你也可以说因为前面算出来以后 用个时间的比例去算出来 做工有多功率有多少也可以 所以我们好好的就是这样做 然后就解决掉了 简单小问题 OK 下一题换你们 就是刚刚讲过的 南五专那一题原始是问功率 原始是问功率 那重点是做工有多少 我们前面已经算出来做工有多少 现在只要处理时间就好了 那处理一下时间是什么 时间是这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 那么这一段时间是几秒 他原来花8秒 然后往前走 又花2秒往上停 的这一段时间是几秒 你前面已经算出来 做工了 所以现在只要处理时间就是功率了 应该很简单 Number 27 27 B B请坐下 你答案选的是B 我们把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 这一题要算的是 重点要算的是做工 功率是做工 属于时间 重点是要知道做工 做工是力要乘以位移 要平行 那么所以你的施力向上台 水平的100公尺没有做工 因为垂直 有做工的是往上台的20公尺 然后当然要注意我们的力量要换成牛顿 要换成牛顿 所以我们就算出来50乘9.8换牛顿 走了20公尺的位移 算在前面得到答案是9800 然后再处理时间就好了 他说这一段时间 所以是全部的时间 前面有8秒 后面有2秒 所以合起来花了几秒 10秒 所以时间是8加20秒 所以答案呢 就是980 980 这就是我们的练 练习时 然后就前面做过的原始题目问功率 重点是 做工有多少 那么下一题 下一题 质量2公斤 出超8牛顿 滑50公尺 这题就很讨厌 为什么很讨厌 这题有没有时间 没有 没有时间 你要想办法找时间 问题是好难找啊 他连个什么出速也没有 墨速也没有 墨速有啦 停止墨速有啦 没有出速啊 只知道8牛顿 只知道滑几公尺 50公尺啦 这是要回去最早的运动学那边 还要用到牛顿 F等于 MMA 然后去想办法找到我的时间 不然的话 那个 8牛顿 50公尺就是 400嘛 对不对 8牛顿 就是400嘛 所以做工好简单啊 但是时间不简单啊 所以这题的麻烦点是 他没告诉我时间啊 你要想办法求时间 用以前的过去的运动学 and F等于 MMA 去找到我要的时间 然后就可以除完就没事了 除完没事了 所以他比较啰嗦 比较讨厌 比较烦 没有像刚才那么简单 直接乘完就OK了 好那请问你 他是多少勒 他是多少勒 来 可爱大美女 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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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号是谁啊 我猜80 12号是谁 你就站起来就说80哦 他也说80 就说80就80 谁怕谁啊 答案叫做 80 功率就是做工除以时间 这题的做工就力量成位移 这题有力量有位移很简单就知道做工了 这题很简单就知道做工力量成位移嘛 很简单就知道 可是差别在哪里 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 8×50就做工嘛 差一个时间 没时间 要找时间 然后麻烦找 要麻烦找 回到古时候的运动学啊 运动学就是要画VT图啊 VT图只做两件事啊 直线球加速度面积球位移啊 然后直线球加速度两点嘛 初速不晓得V嘛 末速4T秒的时候是0嘛 所以就算完 那就那这样不行啊 又害个A啊 又冒个A不晓得对不对 A要怎么办 A要找谁要啊 牛顿2 A不等于MA 所以用F等于找A 好 那为什么我写一个负号 负8 因为我知道方向相反嘛 我知道方向相反嘛 方向是不一样 所以我写 那你不带负的也没关系 你自己清理明白就好 那时候再做调整 所以答案负4嘛 好 那就回去啦 负4算在V等于4T 我要的是T啊 我要T我不要V 所以我就说V等于4T 因为我要的是T 我不要V嘛 那 直线球加速用完还有一招什么 面积球位移啊 那面积球位移 因为一是50嘛 三角形 底层一高除以2嘛 所以底层一高除以2嘛 叫50 那就可以算出来 我们的T叫几秒 5秒 那就应有尽有啦 该有的都有了 对不对 前面的8×50叫做工 花时间5秒钟 所以算下来就是80瓦 答案就OK了 这就是我们告诉各位的功率的 简单的计算 就是我们的做工去处理时间 OK 没问题 OK 很快 一 一 二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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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